好的 大家眼前摆的就是一盘长得比较杂乱的金枝玉叶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对它进行整形修剪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盘栗子植物呢 我们在修剪之前呢 要仔细的去观察它 首先观察什么呢 就是观察它的主茎段在哪里 就是它最粗的茎啊 大家可以看到吗 一眼睛就能看出来啊 它最粗的一根茎呢 是在这个地方 这里就是它最粗的一根茎 好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 我刚才指的这个茎啊 就是它整个最粗的茎 我们在修剪的时候呢 一定要找到它的主茎段 因为我们整个造型是要围绕着它的最粗的主茎段进行的 当我看到这一株金枝玉的主茎段的时候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素材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个枝条呢 是这么粗 然后呢 它主要是往左边侧弯 但是侧弯的同时呢 还有两个枝条 枝条一和枝条二啊 往回折 你看它往回折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它会很有飘逸的感觉 所以我突然啊 冒了冒出了一个想法 就是呢 把这一盆金枝玉啊 这个主茎段 我们把它挖出来 单独进行一个上盆的造型 我想啊 效果肯定是很好的 后面的这条呢 我们留着下一次再做 先把这个主茎挖出来 好的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主茎呢 已经被我啊 起出来了 整个苗呢 土球我都挖出来了 现在呢 我的目的呢 就是要把这个主茎啊 从它这个分支上一点一点的给它拿下来 这个过程呢 一定要慢 千万不要把枝条折断嘛 因为呢 金枝玉的枝条它是比较脆弱的啊 我们在取茎的时候呢 要小心慢慢的来 好的 那现在呢 我已经把这个主茎 从原来的土球当中挖出来了 我现在呢 还没有给它上盆 我就已经看到它这个非常漂亮的 这个飘逸的造型了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看出来哈 那现在呢 我们剩余的工作啊 就是要把它进行修剪 主要分清楚的两个主茎呢 是它一个弯折之左边 以及呢 两个后侧的弯折之右边 我们要保留这两个主茎的主茎 让它的整个飘逸感保存 其他的边缘之条呢 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进行修剪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侧枝 这个位置的侧枝给它剪掉 这里 这里修剪掉 这个枝条不要 这个突出枝不要 然后呢 这个侧枝不需要 给它修剪掉 好的 那我们接着来进行修剪 接着呢 我们把这个枝条 看着很密的地方给它打散 打散的逻辑呢 是要保留它飘逸的感觉 这个我边剪啊 大家边去感受啊 这根枝条我们不需要 它不在我们主要想用的枝条里面 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感觉 接着呢 在这边的枝条 反向的这一株 叶片密度太大了 给它修剪掉 这一株 修剪掉 不需要 然后呢 侧边枝 修剪掉 像这样 然后呢 底部这里有根枝条 这歪折的 不需要 这边还有一根 在这个地方啊 大家看不看得到 在这里啊 给它修剪掉 好的 那最后呢 一幕给它上了一个小花盆 这感觉啊 就立马出来了 非常的飘逸 很漂亮 谢谢啊 感谢观看